明哥聊太集 今天天气不错,也不冷也不热 首先还是要感谢各位打赏的朋友 非常非常的感谢 今天我们想回复收看明哥聊太集的朋友的一些评论 提问 在回复之前首先说一下我有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明哥这几天的视频 有时候发的不及时希望大家原谅 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电脑我不太懂 有时候早晨拍过以后我上传的时候 到天黑它还没传上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不懂电脑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呢 我们现在呢 来回复一下评论区的留言 我用这个手机拍下来 不然我记不住 这个 好 有一个昨天呢 我们不是讲了一个这个 松腰胶胯的办法 这个这样走路 一位朋友留言说 按照你说的这样 这样手捂着口袋走路 真舒服 那么谢谢你的评论 那么 有一个叫 朋友听老哥的 朋友听老哥这位朋友 他有一个评论是这样说的 他说说 多恋恋搏击 闪打里面 腿法 当跨的东西都出来了 他讲的对不对 对的 但是我们练的太极拳 跟他说的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我们是说的松腰跨 他说腰跨来的东西通过闪打就能打出来 当然是对的 但是 都是相通的 武术都是相通的 但是他和我们太极拳所说的东西 天然的自然的东西是不一回事的 第二位朋友是勇往直前的梦想家 他说的是这鱼腰跨 松腰跨是不是一马事 鱼松腰跨是不是一马事 每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不要管他是什么 不要管他是什么 大概说过不管他是什么 这样的话大概在明哥聊太集的栏目里面 说过不下很多次 十次八次都有 我经常说 不要管他是什么 你照着我说的恋就行了 那么 他说的这个 就是 松腰跨是不是一马事 他是一马事 他也不是一马事 你说松腰跨是一马事 但是他又不是一马事 这主要是告诉你 昨天的视频就是告诉你 用这个方法会很好 他松了是不是腰跨 你别管他 你按照我说的这样走路 然后你去练太极拳 太极拳就这么简单呀 你非把它搞复杂干嘛呢 对不对 所以我给有些朋友的回复是 仔细听 这个仔细听这个视频 你就会明白 其实我在视频里说的很清楚 我说你不要问这是为什么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做几天 你做几天 然后你感觉感觉就知道了 不需要 好 那么 还有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叫乐指SGS 这位朋友是说 您神静息提纲的状态下 复古购内收就是所谓的 液跨切跨这个状态 什么 你看他又把它归结到什么 就是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 我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啊 我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啊 我们我已经说的很很清楚 千万不要去问他是什么 归属到哪里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吧 工作上升就完了 这个就是 还有一位朋友是这样说的 他说 腹骨钩的疼痛可以练习吗 我这个腹 这个腹骨钩这个地方 疼痛 这也可以练习吗 有什么练法可以不疼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 叫 卫云 端云 端庄云朵 端庄云朵 FN1 这个粉丝 这位粉丝朋友 他说的这个就是 腹骨疼痛可以练吗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练得不疼 好 这个非常抱歉 端庄云朵 FN1 这位朋友 非常抱歉 明哥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不是我保守不说 是因为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没有疼过 我怎么知道怎么能练好呢 对不对 所以非常抱歉 这个 但是呢 我原来的明哥聊天集里 其实已经说过了 明哥说的东西 一定是我自己已经练到身上的东西 我才聊 我自己没有练上的身上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聊 绝对不会聊 那么这个腹骨骨疼痛 我根本就没有这个经历 我也没练过 我也没不知道怎么疼 我怎么会呢 对不对 我真的不知道 非常感谢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确实是不知道 确实是不知道 一位叫爱美丽的秋和 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 他说跟明哥的视频练半年多了 感谢明哥知无不言的传授 知无不言 说我敢说 我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这个我敢说 我的一千多个视频 包括西瓜视频上的将近三百个视频 包括其他的地方 总共一千多个视频的话 我敢保证 我是没有任何保守 全部说出来 知无不言 这个是当知无愧 有一个 就是说 什么 明哥是高手 传授了 这个什么东西了 受益 你受益 非浅 这些东西呢 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受多少益 但是呢 我个人说 我不是一个高手 也不是一个 有一个朋友说 你的功夫很好 这个没有 我自己感觉 我也没什么功夫 真的没什么功夫 大家看我的视频就看出来了 我有功夫 我还在这里啰嗦 我去拿功夫到外面去 显摆去了 对不对 我是没有功夫的人 这个 有的人呢 喜欢较真 你说的不对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我们来较量较量 这和太极权 根本都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聊的是太极 不是聊的 去增强好胜 不是冷 另外还有一位 寒丹最太极 寒丹最太极 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也是一个西瓜千粉作者 上面写的 他说关于松城的问题 明哥没有讲清楚 在行权走架中 怎么可以一直成呢 怎么可以一直成呢 他的问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是什么 我看不清这边 他被针对的是什么视频 他可能针对的就是什么呢 他很可能针对的那个视频 因为有很多视频都聊到这个松城的话题 所以我这边我拍的时候没拍好 这边没看到这个视频是 他针对的是哪一个视频 可能就是我说我这一直都是松城的 一直都并不需要到转的时候再松城 或者是或者洞中有记嘛 这个视频也说到 我这个洞到这里松城一下 那么这个我可在 因为我聊的东西都是我念上身的东西 所以我不会去翻书去找根据去 不会这个 就是他说的这个东西 我的观点是不是到哪里松城 不是分转彼此 而是一直都要松城 你看我一直都是 这怎么能 他说怎么能一直城呢 他问的这话 怎么能一直城呢 就是他一直没有城 这很明显 其实你看我松 你松了他本身是城的 不是你让他城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松城的话题 根据这位朋友的留言 我们今天的这个松城稍微说的多一点 松和城 松是你的手段 你的方法 是你要做的东西 城不是你自己做的 不是你做的 不是你要城 你还是不要城 不是的 城是一个结果 松是一个手段 我一松 我现在这个腿撑得进了 我一松 我一松了 我没有进了 他不是往下城 他地球引力 他也是往下城的呀 他是往下城的呀 他说怎么能 很可能一直城 他对这个抱有疑问 就是说明他一直都城不下来 他非得要有意去城下 有意去城下 那不是有意去城下 那不是那回事 当然那有起作用 慢慢的时间长了 你能够每一秒钟都是松的 每一秒钟都是深的 你松了他就是城的呀 你松了他就是城的呀 对不对 你松了他就是城的呀 你是松了他怎么 他就是一直城的呀 他不需要到哪里才城呀 他到哪里都是城的呀 这就是可能他没有做到 没有练到这个松城的问题 我今天讲了一个核心的东西 刚才讲的这个松城的核心 就是什么呢 你松了他就城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文章还是视频里说 松啊不成不是真松 他是这样说的 松啊不成不是真松 其实呢这都是伪命题 你只要松了他就是城了呀 只是什么 只是你城度不一样 你松的程度好一点 他城了就好一点 你要松的松的差一点 你的城的也差一点 城的也差一点 就是我我松的好一点 他城的就好 我松的不好 城的也不好 这个城只是跟着这个松出来的自然的结果 不是我们要考虑的 你只考虑松 他就是城了呀 就是城了呀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 好 明哥聊太集说 谈食不谈食用不谈理论 这谈得非常实际的东西 希望大家自己去体会 好 那么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 那么谢谢大家 那么谢谢大家